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回到深圳布吉站 上次介紹過的一個在布吉站旁的項目叫做龍日虎 這個項目是真真正正的住宅 雖然它開織比較小,甚至可以說有點像公寓 但是人家是真的50年的一個住宅 不過有一樣東西要注意 這個樓盤的發展商是91年拿的地 也就是說去到現時為止去計算 這塊地是到2041年的 剩下大概是17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擔心 其實香港也有不少物業 其實年期未必一定很長 如果是二手樓的話 這些物業是不是價值特別低 也不見得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資訊告訴大家 決不決定去購買或者尷尬 是每一個人的想法不一樣的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也是近期出現的 大家知道現時的市況就好很多 亦都多了港人是可能跟一些內地的代理去看樓 最近我們的人員也有大閒來看過這個盤 而我們的同事也告訴我們 目前來說這個項目的資訊中心 是相當多港人的客戶 也都看到不少的代理是有拘捕港人的客戶過來看樓 也有不少的成交 雖然這個項目其實都不少人說它 第一個年期比較短 第二開織非常之小 面積是小到不得了 如果一個深圳的住宅來說 買到這麼小 跟香港這一邊 可能買一些超小的戶型單位是差不多 沒必要在深圳買等等 但是一邊有人罵也一邊有成交 這就是深圳報吉站龍日虎的一個現實情況 既有人罵也有人買 既然有人買 即是說它某程度上都吸引到某些人 無論這批人自用也好 投資出租也好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去了解多一點點 到底這個龍日虎現時的情況 以及它的開織方面是否真的差得那麼重要 接下來我們的同事就帶大家去看看 另外我們也會有一些分析和見解放在片尾部分 接下來給大家看示範單位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去看看項目以下的環境 另外看完示範單位之後 我們這邊的人員都會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項目的優勢 但當然我相信大部分港人認為最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所謂的年期問題 只是去到2041年而已 但是有些人介意 有些人介意 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得個資質 現在先看看這裡的環境到底是怎樣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了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佔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訪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這裡就是龍日虎對面的八合酒店 裡面其實會有一些氣刷窩 有娛樂會索 有中餐廳 有中山的全家菜 有自助餐廳 如果是喜歡吃得慢一點 我們可以享受一下大餐 其實也可以過來對面這裡 這裡也是SPA 非常方便 步行距離就30米左右 這裡就是龍日虎 非常近角度 馬路就是了 這裡就是龍日虎的後面 這裏大概距離入口 分幾分鐘左右 這裏就會來救有雲湖的地方 這裡其實有一條街叫做 尋尾商業界 也是一些很美的中高端的船長 另一邊就是一個萬團方廣場 賣電器 也有不同的生活的設施 包括軟糖 一些電信公司 一些卓球室 餐廳等等 剛才在那邊 向前一點 大概30米左右 也會有個巴士站 是的 這樣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龍日虎 現在看的是一個 420坡的一個單房的單位 這個位置是非常之厚的 我們倉位下 陽台的位置 現在所做的位置 就是陽台的位置 我們旁邊就是一個 一個深陣工房的 現在我們參觀陽台房的一樓 我們現在在一樓的大堂 一部大堂的時候 交樓就是這樣的 現在已經有一個大堂 現在就有一個大堂的會合廳 裝修設計也挺時常的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大堂的位置 我們進入這個電梯廳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有四梯的 四梯十二樓 四梯十二樓 現在已經是 這個電梯廳都幾副樂械 現在已經是 這個電梯廳都幾副樂械 現在我們一進入來 這個展示面非常好 然後旁邊是一個 小型客餐廳 旁邊就做了一個櫃 然後旁邊是 樓宇膚的系統和 冰箱旁邊就是 那個 廚房的位置 現在廚房的設計 Facebook 現在都採用了 這個大堂的水槽 還不是以前的小堂 現在採光非常好 現在熱水器就放在這裡 裡面 然後我們從這個 客廳的空間感來看 是非常好 因為這個客廳的朝向 是一個西 南的一個朝向 然後這邊 他把這裡做一個 小的展示間 然後這邊可以 拉起來做為一個 監督的房間使用 然後再看看這邊 公圍 公圍這邊的空間 利用非常有業 做了一個乾燥奔離的地方 然後洗手盆 原來是在外面 然後做了床 設計的下面 都是沖空的 非常好 看看這邊公主房 公主房 空間這樣也好 沒有利用到飄台的空間 因為飄台做得比較高 然後這邊的飄台空間 都是浸送的 我們看看另一個房間 這邊這個房間 都是可以三面六床 然後 同樣是沒有利用到 頭出台的這間 然後這邊做一個小型的衣櫃 接下來看一套 B戶型42平方位 其實它等於是一個開放式的單位 有很多人問 到第二百萬以來 一百八十萬上下的產品是怎樣的 開織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樣 其實相當接近這些公寓的開織 不過這個項目 真的是真真正正的住宅產品 它是五十年期 1991年拿地 去到2041年 現在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去欣賞這套戶型 在八十萬裡面 也要在家裡 說話 現在整個房間 要在家裡 要在家裡 說話 去到家裡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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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听着音乐看一套A弧形76平方米的两房一位的单位 而这套就是没有放任何傢俬电器的状态给大家看清楚到底拿完东西之后它的装修等等会是怎样 大家好,这是我自己是Lisa 今天大到附近了 我刚刚看到一个超市 想看看这里的文革是怎样 大概在这里买一斤 这个叫做是 不要说买一斤 例如在提子也看到 或者是黑物价 黑物价大概是4.98 这里的物价做一个比较 如果是年墓就23.8 土就13.8 这边也有火红果 这些产品也会有台芒 台芒有3.98 台芒有位置的 很便宜 接下来有蜜桃 蜜桃5.98 都是便宜的 大家看看这里的文价 这里是距离很大的限量的路程 好,谢谢 我们现在是龙珠花园的小区 这个小区就是刚好拍水果的小区 这里想跟大家讲一讲 它已经超过了20年 所有的扭龄 可以看到它在龙日府附近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多典型的一种建筑寻冊 如果我们不选择新楼的话 其实这里只有一种扭龄的寻冊为主 但是它的收入备份是非常非常齊全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面 比如说吃汤粉 螺丝粉 买药 吃豬脚饭 买糕点面包 或者买些粮菜 这些全部都会有齐 参考一下 其实前一点也有 士多 牛肉面 豬脚饭 牛肉面 都很多 一些地产 发型屋 其实都是在前面 还有个服装 这里就是 在龙日府的后面 背脊 那个位置 带不走 两三分钟 保存 基本上 如果我们是在这里居住 走过来 很快很快 就可以享用到周边的一些社区生活背痛 亦都有一些 先进一些漂亮的生果店 亦都有一些传统的市场模式的醉果店 前一点也有前大妈 一路前下就会有街市 我们待会去街市看一看 是的 好 谢谢 这边可以说的了 你自己说 是 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京阪街市 就是 这里有个金螺城的生活超市 那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 移民的设施 还有我们有什么价钱去买到什么 这个门口的档位 很大了 然后那些西瓜 都很便宜 $9.98 同时好像两个多 两个9.8 这里 四个9.8 是的 那自己心知 反应 我去参加 是的 这么热不如买杯雪糕吃一下好吗 好 好 好 是 买到框的 先 你想喝什么 嗯 先看 先看 很多零食 是的 很多 那些平常生日用的五菩大米 蛋 鱼 我们也有 我们去看看 飲料多少钱 哇 这些支支冰 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的 7.8 一大包 这里有12支 应该是12支 平均 7.8 7.8 非常便宜 没错 非常便宜 那还有些什么 我都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譬如香港买红厕纸 应该要30多 而这里大陆大概是19.9至20元 30多至40多不等 19.9元 是的 大家知道 香港的价钱很不好 因为一定是那些师奶姐姐 不熟她的10倍 对 对 对 那我们有什么想要 水 没有就算了 没有就不用了 可以不买 可以不买 他没有出声 我们不买 不买 那就下分了 他手中分也有 那算了 好了 平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来项目很近 现在都可以看到了 一两分钟是白色的楼 就是了 现在我们在项目的后面 这边有个街 这边是京南路 那我们进来这个小区 看看一些餐饮 平时又是两三分钟 会走到过来的地方 又有村菜馆 吃虾 吃龙虾 吃鱼 来的 菇花 还有呀 那些 丫菇 还有像些刘生館 也是可以 全都有 生物配套方面 也非常非常齐全 对 对面有个教育图 7 这边大概是 这个应该是医院 教学的楼 然後還有一些酒店 醫院酒店 有烤肉、撕雞、常德米粉之類的店舖 有些專門做宵夜 有些現在一口都開檔 在項目旁邊 其實四通八百公路 這裡來項目也是兩三分鐘 8米內 對 再一次 向左、右、向右走 全部都是通的 不同的小區 這裡有個指路牌布吉站 550米 是官方的 沒錯 已經忘記了 已經有項目了 所以就很近 來吃了一個 中午的簡餐 就是飲汁可樂 給我一個燒鵝 挺豪華心 我先拍一下 這裡大概都是 在樂日虎走過來 3-4分鐘的路程 來到這個街市酒店 在旁邊 就可以嘗試看 好了,今天我們請完 去參加 一個深圳布吉的 樂日虎 看完這個樓盤 然後再做一下水田 其實樂日虎 這方面是單位 它是輕易燒鵝 所以就會直接交給 連裝修的交付 這裡需要留意的產品 產品是 是住宅產品 文水文件 即是有一個住宅契 不過是貨品 還有它是使用 住宅的水平 裡面水平的費用 都是同一個住宅 但是其他的行業 但是其他的行業都沒有 很方便 這裡最大的優勢就是 一個交換 它是四線交換的一個站口 包括可能有三號的 電線分別 是五號線 四號線 和十三號線 另外也會有一個 火車站 就是深圳風站 如果你要去外産 它有很多很多層次選擇 近一點你都可以選擇去維州公園 或者是 如果你說在交換上 它只要15分鐘 就可以去到 那一下物貨品 你也可以 20分鐘回到貿易 或者20分鐘內去到 深圳風站 變成了這個交換場 非常方便 這裡的主要 除了交換之外 就是在光路上 做的生活環圖 附近有醫院 街市 也有自己的 意義 相容 附近其實有很多小區 這些小區 全部都是 有很成熟的生活圈 有很多不同的店 比如說是 喜歡的 或者是 一些 或者是 或者是 不同的銀行 車市 大市 那 這裡是 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 布吉站 絕對是深圳的交通樞樓站 來的 線路多 而這邊也可以駁到 深圳東站這個火車站 那 若然你看完今集這條影片 對這個項目 無論有沒有興趣都好 你都可以諮詢一下我們的意見 假如你是想在深圳 或者深圳周邊的城市 置業 是置用 或者其他想法都好 歡迎聯絡我們 我們可以給你 中肯和合適的意見 因應你的預算 和你的個人喜好 選擇一些 最適合你的產品 而不是硬推一些 本身你不想要 但是無緣無故銷售 不斷跟你說 那個產品是怎樣 結果 糊塗糊塗買了下去 我們最不希望 就是任何的觀眾 或者買家們 出現這種情況 今集的內容 就來到這裡 希望今集內容的 訊息和資訊 對你來講有用 若然在灣區 最重要是 選到自己的心頭號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 上灣區這一邊 看好房子 自家兄弟 提供VIP 看房子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 看房子和買房子 想自家兄弟 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要跟你分析 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 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 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